据了解,苹果下一代旗舰机型的直角边框将被取消了 被有些用户吐槽的歌手感,再也不用担心了 而且iPhone15系列采用的是钛合金的材质 圆角弧形边框的设计 相比直角边框,更有弧线,更圆润了 你喜欢直角边框,还是圆角边框? 这两天和朋友一起讨论手机的直角边框和圆角屏谁更好的问题 两人一起吵了半天,结果谁也没说服谁 结论就是各有各的好 苹果公司从苹果4经典的直角边框设计成为超越时代的产品 这个设计用在了苹果4,4S,5和5S,以及苹果SE一代 到了2014年,苹果6一下子换成了圆润边框 跟设计师风格有关 也和手机屏幕变大需要更好的握持感有关系 圆润的设计,苹果用了很多年 苹果6系列,苹果7系列,苹果8系列,一直到苹果11系列 用户似乎都快忘却了曾经的直角边框 审美是一种循环 再加上手机外观创新是一件很难并且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 万一改了,用户不接受怎么办? 于是乎苹果1312,在设计上又换回来了直角边框 很多人惊呼,曾经的苹果又回来了 但是也有人又开始怀念曾经的圆润边框了 觉得苹果现在也是越做越大 手机也是越来越重 这种直角边框握持感并不好,有点隔手 有时候小拇指都会很累 干脆又去买一个圆润的手机壳带上 那么,你觉得直角边框VS圆角边框谁用着更顺手? iPhone 15系列在外观上大动干戈 从目前多方供应链消息来看 苹果明年会在iPhone 15系列的外观上做出较大改动 尤其是对机身方面 终于要将iPhone 12系列开始的直角边框抛弃 转而使用一种比较圆润的机身设计 类似iPhone X、iPhone 11时代的方案 让越来越重的旗舰机握持手感更好 近日,有爆料者带来了一组iPhone 15 Pro的概念图 展示了传闻中的一些外观设计 图片显示,iPhone 15 Pro将有四种配色 除了经典的黑、银、白、金之外 还加入了一款紫色 这也是已经传闻两年了的Pro版配色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图中的颜色色调与苹果历来的习惯都不太相符 大家简单做个配色参考就好 具体效果不太可信 图中iPhone 15 Pro后摄的部分变化也比较大 以往在三颗镜头周围的矩形凸起直接取消了 这也与多方爆料有相符之处 不少消息都表明 由于iPhone 15 Pro将采用2.5D的弧形背壳 导致玻璃背板的厚度增加 能直接减小镜头的凸起程度 自然也不需要过度的设计了 这种设计有些类似三星Galaxy S22 Ultra的方案 让iPhone的背部也多了一丝清秀 简约的效果 iPhone 15系列使用USB-C接口好处更多 此外 据MacRumors爆料 苹果将会像Apple Watch Ultra那样 将iPhone 15系列顶配版本更名为iPhone 15 Ultra 不再以Pro Max命名 爆料还指出 iPhone 15 Ultra将会由力讯精密和富士康两家工厂代工 苹果的目的是让iPhone生产合作伙伴更多元化 据悉iPhone 15 Ultra有一项重大变化 充电接口更换为USB-C 苹果之所以这么做 欧盟在这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欧盟最近出台了一项法案 要求所有进入欧洲的电子产品必须使用USB-C 迫于这项法案 苹果下定决心为iPhone更换充电接口 USB-C相比Lightning接口优势十分明显 比如支持最高100W的快充功率 而且兼容协议非常多 传输速率最高可以达到40G每秒 而苹果的Lightning技术老旧 延迟较高 充电速度更是无地自容 兼容性也比较差 因为只有苹果设备才会有这个接口 需要买扩展物实现更多功能 另外根据产业链信息 iPhone 15基础版将会使用与iPhone 14 Pro系列相同的A16芯片 只有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Ultra独家拥有 基于台积电3nm工艺的A17芯片 其他配置方面 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Ultra还会将内存从6G升级到8G 同时为了安抚基础版的iPhone 15用户 苹果将会下放4800万像素镜头以及药丸屏设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见